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跟大家看看明天 沙田日賽 跑10場 七草三泥 頭場開跑時間是1點鐘 我選了一場給大家試試 我選直路賽 第七場三級賽 1000米 楊子晶短途錶 如果你熟悉我或看我的頻道 我是很少選直路賽買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不是跑馬的實力 或者這樣說 馬的實力是比較次要 很多時候是場地主宰了賽果 所以我不太喜歡購買的 在賽前想到的東西有限 你明白嗎? 如果場地是首要 實力是次要 在賽前想不到場地是開邊飯 所以我就很少去賽前 很早去推介我買直路賽這隻馬 但是為什麼都要選第七場這場直路賽 因為我已經看得很辛苦 聽了很久 加不到一隻馬 又有一些分頭移 它有機會 唯有選這場 推而扣其次 大家少去買 留下多點蛋藥 給我今季擅長一點的菊草 因為今季其實是我的沙田成績 不要這麼好的 菊草也好很多 OK 給大家一個參考 可以聽一下我怎樣看 怎樣分析這一場買 好 最後一句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 先給點讚 點讚這條影片 分享給多點朋友看 未訂閱的朋友 我看到有三四成人 看我的頻道 是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希望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不用錢的 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片 立刻通知你們看 不會錯過任何的 深水片 或者馬圈花心片 好 唉 因為已經拍片時間 是凌晨了 點了兩點 白聲沒辦法 希望你們聽得清楚 開始吧 第七場三級賽 一次米 楊子晶短途錦錶 這場馬 賢者無敵 我在想有什麼攻擊 我看一看 我每次都看著它吃 贏得很輕鬆 繼續有輕綁 除非在巴道手上 可能隻馬平時有些兇頭的習慣 喜歡擔心頭 可能流放方面沒有 暴民潘頓做得這麼精準 但是我在想 都很難沒有三甲掛 我不夠膽去攻擊它 很重要 因為它好像賽色看來 除了贏的時間 譬如上次贏的時間 我覺得不太好 比同日的四班還猛 除了這一點就是挑剔 其他東西都 好像都不錯 我又沒有大力攻擊它 反而要找一下什麼馬 可以自動賣位 賣Q 我拼了一隻 韋少寶 3號 我覺得它是 除了一隻賢者無敵之外 是一隻這場 較為大機會 首先 如果你只看表面數據 直路賽很準 跑了3個WIN 一個第二 三第三 只有一次不上名 八至七次都上名 有一次不上名 就是 撞爛 不夠位 又硬撞 田太安撞 撞了幾次爛 都收收地皮 所以那次又不算 除此之外 其實這隻馬 跑直路賽 是很準的 當然 它1200都準 但是沒有1000那麼準 上季 就是 最近一次跑1000 就是 楊子晶轉圖 錶標都是這場馬 那場馬 塞我幾次 鑽入面 沒有位置 鑽出 又沒有位置 再鑽入面 顯身聲 又騙他 第三 我覺得是跑得很好 而且沒段時間做得不錯 好了 接著今季 這隻馬的形狀 雖然是八歲 他去過 遠征 我記得 在杜拜 一直跑下去 其實他的形狀還是獨 尤其是今季 今季 其實跑了三場 我覺得上一場 是跑得好 雖然是一級賽 幸運有你第二 也不知道水漲是怎樣 不要理 他自己本身一來 那一天 那場馬 我覺得不太利追 不太利外面 頭兩段的步速 你對比起同日的四班千二 和三班千二 都慢了幾多 頭兩段 肯定是慢步速 那沒段 自然會扯快很多 因為頭兩段 按得很慢 老老實實 我覺得那場馬 都很兇追 很兇追 威少寶 是留到最後 直到飛出大外檔 回到來 他做最快八百的 最後兩段 我覺得 做的時間 是做得不錯 那場馬 很失敗 那場馬 是逐步撲近那隻 維港智人 那場馬 維港智人 平榜 和他 賺了一個補充 現在就不同 現在就是 偉小寶 又受養了 六磅 那場馬 我覺得 算上 維港智人 七磅 算上維港智人 我覺得他沒理由 比維港智人 但我猜 一定是維港智人 因為暴民跑 而且 始終是明星馬 年輕 不過 你說 上次一級賽 大家做的時間比 或者你說 那場馬 之後的進程 大家都保持著 而 這場馬 是轉一千這個戰場 因為一千 偉小寶是準很多的 還有證明多很多 所以我覺得 其實 偉小寶這場馬 機會是不下於 那隻維港智人 他賠得更好 我覺得這隻偉小寶 在一千二 長期都保持得很穩定的水準 他前鋪 好像是 一般的 但是 那場馬 如果你看回 他早段是被那隻 金鑽巨人 強硬 進去 而他抽了 抽了一下之後 那隻馬 就長口 其實那場馬 再加上超慢補充 也是維港智人 賺得很盡 那場馬 我覺得 那場馬 裏面 偉小寶是可以抹掉的 變相 這場馬 縱使 也八歲 是吧 有次 跑下去也是差不多 進步幅度 肯定沒有理會 威力奔騰 嚴者無敵 那麼大 但是 兩個路程性能 或者今季 在千二造的水準 和上次 薛進形勢 最後八百個目段 都充得好 我覺得 其實 有得困一下 我會叫做 那他一定不會最熱的 就算撇一隻 嚴者無敵 他都不會次熱 甚至乎三熱 那些四季 威力奔騰 或者那隻 維港智人 都一定是 不會太多 甚至乎熱 甚至乎熱 值得玩 這隻馬 說真的 只有十隻馬 還有二三巴馬 英雄豪傑 也在 然後 狀元 及帝 也在 不是很厲害 然後 賢者無敵 贏過 那些 精靈勇士 藏元 及帝 英雄豪傑 只不過 韋小寶 是對一半的二巴馬 而再對的是 最財 喂 老實實 我剛才說過 韋小寶幾場的1200的水準 不是說差很多 甚至乎 有一兩場 比他還好 最財 就是 全民馬 我怕 我真的怕全民馬 他都年紀大 所以 我只覺得 相對之下 韋小寶的賠率 會是 挺低的 還有 在水準方面 今季做得不錯 為何不搏一下他 搏他 跟賢者無敵 都是那句 會每次的 或韋小寶說不定 還有賠率 也有二十多三十元 嘗試 今天 整個賽事都很難玩 就試一下 這隻 三號韋小寶 再補充一點 九檔 今場的形勢 可以看 這就是 今場馬 如果想說 精靈勇士會很快 狀元級帝都很快 另外,維港智人,他現在的前速是一千 他都是並排領放,不會爬到你頭,拿一條欄 三隻拍著走 另外,中間一陣,很大機會是四季城,包裝必勝,炎者無敵 然後就是醉彩,韋小寶,威力奔騰,英雄豪傑,就在第三陣 我猜三陣,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要韋小寶,不要再塞 我猜10隻馬跑,對比去年,我沒有記錯,是出足的 那群陽子晶短途錦標 塞車的風險應該是小一點 還有有三隻馬並排領放,希望頭段再扯散一點 我想他也有權衝一段好的 所以這隻馬這次比,但我覺得在直撥力上,他也不錯 可以試一試這隻三號的韋小寶,希望他刷入了一些二三名 整條Q,位置Q,看看可不可以靠他扭什麼 好嗎? OK,那這段片就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至於祝大家,明天沙田日菜贏多點 下期的跑完點菜,再跟大家看下馬 啊 啊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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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